11月26号,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韩国釜山同韩国外长朴镇、日本外相上川阳子,共同出席第十次中日韩外长会。 王毅表示,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,世界经济复苏缓慢,中日韩应以更进取姿态,为促进地区和全球发展发挥积极作用。 中方将继续本着与临为善、与临为伴方针,同韩方和日方共同努力,推动三国合作重回正轨,保持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,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。 中方指出,重中之重是继续本着正式历史面向未来精神,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及核心利益,妥处敏感问题,维护良好双边关系。 为推进三国合作全面重启,行稳志愿,打下坚实基础。 中方强调,三国要坚持倡导互利共赢,尽快重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,保持区域经济一体化势统,为迈向亚太自贸区这一共同目标做出贡献。 要坚持深化科技创新,要坚持加强交流互建,要坚持提升发展韧性,要坚持带动共同发展。 朴镇上川杨子积极评价中日韩合作取得的进展,认为三国是搬不走的邻居,三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和巨大潜力。 面对新形势,三国应重温合作初衷,加强沟通交流,促进各领域合作。 三方可在经贸、科技和数字化转型、人文交流、环保、老龄化等领域,开展面向未来的实质性合作。 中日韩合作可以超越东北亚,为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繁荣发挥积极作用。 三方同意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,加紧相关筹备工作。 三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。 中方指出,中日韩作为亚太地区重要国家,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, 要立足亚太和平发展和地区人民利益,深化区域合作,共同应对风险挑战,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。 要当好东亚合作的领头羊,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,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,抵制将区域合作阵营化。 要当好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稳定器,要当好解决热点问题的减压阀。 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,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,当务之急是给形势降温,为重启对话创造必要条件,为此采取有意义行动。